那宇哲跟佳琳家你算是最猛的升高差嗎 什麼叫最猛的升高差 就是親吻的時候比較浪漫 以前 你覺得像這個高度 嗯 之前有跟高以翔合作過的時候 覺得那個已經是反猛 就是非常不猛的升高差 對對對 所以跟宇哲和洪林配起來也是OKOK 就是還OK 親吻適合的那個升高差 嗯 剛跳學那個愛情症狀的時候 好像都月兒童選了那個 就是上線 然後對方都秒翹 為什麼會選 為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人嘛 常常被那個手機控制 然後也因為工作忙碌 其實不太能夠常常見到另外一半 或喜歡的人 所以其實手機就成為很好的那個監控利器 就是可以看他發了什麼呀 然後上不上線 因為現在的軟體其實很討厭 就是都可以看到你什麼時候上線 正在線上 或者是什麼時候離線 那如果沒有回 或者是沒有找我 或者是 嗯 對啊 就會有一點點覺得失望 然後 又會有一點點 惱羞的感覺 心裡面會有很多小劇場 對對對 那你為什麼選這個 這也是因為覺得曖昧期 你也不太好意思 太直接嘛 所以會先從交友軟體啊 或者是通訊軟體 看對方的狀態 或者是在不在線上 會先自己去猜測 其實大家內心都是一個編劇 嗯 對 我啊 我是還沒有加他們兩個的臉書 就是 對 那 就是會 會 就像語德講的 就是會時時刻刻注意他的動態 然後有沒有傳簡訊給我 然後 為什麼剛才說他在忙 卻就是 剛才在線上 可能就會因為這樣 有了一些 吵架的理由 嗯 但是 這種東西真的很掙扎 因為有時候又不想讓男生覺得 女生的脾氣太差 這種事情就是要很能拿捏 對 不然就會變大草 嗯 為了小事大草 同意 對 這樣如果我參加那個拿鐵的話 有什麼樣子 他還沒有發喜帖 但是我會跟他要 如果他不發給我的話 我一定會跟他要 會祝福他一下 嗯 其實我一開始就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他一跟我們說的時候 我們也很祝福他 那不管怎麼樣 希望他未來可以很好 然後紅包會非常大包 對 會想跟進結婚嗎 跟進 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 一個 算是理想吧 會想要組成家庭 因為其實我 我自己是單親家庭 然後就是從小 就可能爸爸不在身邊 會想要有那個憧憬 就是跟自己喜歡的人 組成一個家庭 可能有一兩個小孩 這樣子 但是應該不是近期啦 對 希望 希望啊 我自己其實 希望是30歲上下 但我已經28 29了 應該 莫非定律嘛 就是你越想要發生的事情 就越不會發生 對 來 我 我 什麼問題 會不會想要結婚 現在沒想那麼遠 就是完全沒有在我短期的人生計畫裡 然後 因為我前兩年都在寫我的碩士論文 所以換了新的公司之後 其實有前面兩年的時間沒有辦法好好衝刺事業 然後這一次就是 剛拍完上一部戲 馬上過完年 休息幾天又接下三立的這個重責大人 然後下半年也會有其他的工作的機會 所以就短期內很想要好好的全力在表演上面努力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莫非定律 因為當我18歲的時候我想要20歲結婚 我20歲的時候想要24歲結婚 到了24歲我又想說我28歲一定要結婚 到了28歲我就想說30歲我一定要結婚 卻還沒有辦法結婚 所以我最新定的目標是35歲 到時候35歲我再來跟大家分享這個魔咒到底破除了 重點一下有對象 重點 有對象的話我應該就會學習鴻鳴的團員 拿鐵 直接衝一波 就可能到國外結婚去 所以你一直很想結婚 我也蠻想 因為我從小也是跟媽媽兩個人 所以也會特別憧憬那種家庭的安全感 或者是 對 但我覺得這種事情不能衝動 就是還是要等年紀到了 一切成熟了 不能為了衝動而結婚 因為衝動結婚 我覺得不是好事 因為我身邊太多這種例子 所以我覺得一切要等穩定了再說 所以你現在摺偶條件有改變嗎 摺偶條件 我以前是什麼 阿里如果有沒有什麼年紀增長 摺偶條件 我對對方不會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條件 就是 開朗 愛笑 然後孝順 可以感染我 因為 大家都知道我是個悶騷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很開朗的 可以 帶著我一起 就是 就是 要突破我的關卡這樣 笑死 到底人生有什麼關卡 都三十歲了 到底要突破他 就是 那個 因為我 對啦 門勺的關卡 對啊 好